我對於音響的裝置是有一定的追求的 雖然未去到音響法師的級別 但是我是接受不了太差的音響 我以前就習慣了在電腦上面用礦打機來插喇叭 一個迷你的組合 到現在就習慣了在電視上用電腦之後用Soundbar 不過無論電腦用什麼音響都好 我也是覺得電腦一定要有一個耳機 第一就是你打機的時候與隊友溝通 然後夜深人靜的時候用耳機就不需要吵到其他人了 還有如果你好像我一樣會做影片的話 就一定要用一下耳機去檢查一下段片音效的細節或者有沒有問題 我就已經在電腦上面用過好機的耳機了 我覺得這些入耳式耳機長時間塞著對耳不是太舒服 所以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會帶著這些雖然會令對耳比較熱 不過長時間帶下去是相對舒適的頭打式耳機 一兩年前開始我就已經從這個有線的頭打式耳機 轉成這個無線耳機 我覺得轉了無線耳機之後 你是沒辦法再用有線耳機的耳機 在電腦上面是不會有問題的 甚至隔著一台牆也可以接收得到的 老實說跟朋友在Discord上聊天同時可以去廁所煮麵睡覺 又不用脫下耳機跟朋友說要走開一會 是多方便的 就算沒有朋友跟你聊天 你也可以在遊戲排到入場的時候聽著聲音走去做其他事情 因為很多遊戲在開局的時候都會有一個特別的音口提醒你 所以離開了電腦也沒什麼問題的 而且像我一樣在電視上用電腦的話 無線耳機更加是一個必需品 現在的無線耳機最主要是分成用藍牙和2.4GHz連接方式 當中它們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2.4GHz耳機的反應速度會比藍牙的耳機要發 對於遊戲和媒體創作會比較重要 而藍牙的耳機總是會有零點幾秒的延遲 不過對於普通用家用來做影音用途的話問題不大 我知道很多的台機都沒有藍牙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藍牙耳機一直給電話用 可以簡單簡單買一個USB藍牙的接收器 插在電腦裡面 大約$100左右而已 就可以在電腦上用你的藍牙耳機了 我現在就有兩個耳機會在電腦上用 兩個都是無線耳機 最主要就是這個Steel Series的耳機 都用了一年半了 非常滿意 另一個就是穿人新入手的Corsair耳機 有沒有特別呢? 好看 白金色的耳機很少見 我覺得耳機最重要就是耐用 所有耳機不說什麼牌子 用了兩三年之後 耳機的皮革就開始裂開變成碎屑 令到我非常困擾 我指的內容不單是零件內容那麼簡單 耳機的零件用不容易換 用不容易買得到 都是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我用這個Artist Pro Wireless有幾個特點 讓我去買它 第一個就是它可換電池式的設計 電池是會老化的 可能你原本的電池可以用到10小時 但是當你用得越久就可能剩下5小時甚至更少 因為我很容易就換到電池 而且在它的官網就買到電池 所以我是完全不需要擔心電池老化的問題 它總共有兩個電池 換出力的電池就可以插在它的充電座兼接收器上面 這些都是普通無線耳機的模擬功能 好像我現在手上的Corsair Virtuoso RGB Wireless 是內置電池 就不知道怎樣才換到電了 而且當你用到中途沒有電 但是你又要繼續用的時候 就被迫要變成有線的耳機 當然我這個耳機在賣2400元左右 而這個Corsair便宜了1000元 才1400元左右而已 當然功能上是會有分別的 Steel Series的耳機還有兩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用布的耳朵和頭帶 不是一般的皮製品 是用布做出來的 所以內容很多 頭帶用耐宅鬆了都可以換得到 這些也是一般耳機換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預期這個耳機會用到很長的時間 可能換一下配件就可以繼續用得到 但是Steel Series的設計可以調節的地方就比較少 掛在頸上 掛在頸上的時候就會覺得比較緊 沒有辦法像Corsair的傳統設計一樣那麼靈活 Corsair的設計它掛在頸上就很舒服 就是有很足夠的空間給我 另外很多時候耳機的廠商都會推廣它們的耳機的麥克風也不錯 我就覺得沒什麼意思 因為你拿來跟朋友聊天啊 講電話啊 根本就不需要一個這麼好的音質 你要好的錄音質量就不如買我這些專用來錄音的麥克風吧 反而我覺得降噪會是一個重點來的 我就不喜歡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聽到它們的鍵盤滑鼠聲 所以如果廠商說它的麥克風有降噪功能的話我是會加分的 說起來麥克風兩個耳機都有兩種的設計 Corsair這個耳機是可拆式的設計 Steel Series的耳機是可伸縮的設計 我當然就更加喜歡這個Steel Series的設計 因為收納上面會更加容易一點點 但是Corsair的設計就會更適合在街上使用 拆了麥克風就可以變成更加簡潔的外觀 啊 差點忘記了 耳機上面有實體的麥克風聲音鍵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大大方便你阻止一些你不想錄進去的東西分享給你的朋友 例如說突然之下給老婆或者父母說教那些東西 現在的耳機也有些比較fancy的功能 Steel Series的耳機接收器就有一個小螢幕 但是基本上沒有什麼用的 那誰會看螢幕啊 而且支援藍牙可以同時連接到電腦和電話 不過這個功能我非常少用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雞辣的功能 我覺得每次都要連接電腦很煩 我不想在電腦按這個按鈕 而且電腦放在台上其實我也知道會有訊息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雞辣的功能 但是因為支援藍牙 所以少數的情況下我都會帶它出街 Corsair耳機就沒有這些fancy的功能 不過它的接收器可以一口氣連接某些自家品牌的耳機鍵盤滑鼠 一個接收器可以連接三個裝置 但是這個功能還沒有出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 最後最後就是音質 就是用來聽歌 我覺得在這些主要用來打機的耳機上講的音質 不太現實 千萬不要期待太多 要聽歌就買一些用來聽歌的有線耳機 還有一些耳機廠商會說它們的耳機有虛擬的7.1 所以虛擬的7.1我覺得是一個尺頭比較多 就是說這個廠商是有軟件把這些原本不支援7.1的耳機 扮成7.1而已 我就覺得對你遊戲聽聲辯位是沒什麼用的 好了這裡就是我對買電腦耳機的一點點分享 希望按我的想法可以幫到你買耳機 對電腦科技有興趣的你們就記得要訂閱這個頻道了 這裡是腦控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吧